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丽成跟萧美玉分别入围最佳女运动员 还有运动精神奖 日前发生有知名的稻米品牌金敦米 疑似有农药残留下架回收的事件 虽然事后证明是乌龙一场 不过依然引起花莲地区稻农的关注 因为其实就在花莲两期稻米种植的面积 就广达了15400多公顷 而且稻米的年产量更是高达71500多公顿 花莲是农业大县 建议员质疑到底花莲县府 对稻米的品管有没有做好 花莲县府卫生局在今天表示全力把关 金敦米农药残留一案引起鲜染大波 经过农粮署检测后完全合格 原因是业者自己误判药毒所检测报告 才会发生这期乌龙事件 不过事情余波荡漾 延消到花莲县议会 6号花莲县议会县证种植询时 议员吕碧贤首先就以金敦米风波议题切入 花莲县目前是全台种植稻米最大的县份 在花莲两期稻座种植面积广达15400多公顷 稻米年产量更高达71500多公顿 稻米品质一旦把关失误影响甚大 议员认为县府应该建立完善的农产安全评管机制 并在第一时间解除消费者的疑虑 并对花莲是否有针对稻米品质把关机制提出质疑 如果汪疫有被发现有残堵事件 那花莲县的这些稻米怎么办 所以你这方面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开始准备的一些这个计划 我们有农业处定期的不定期的查房抽烟 我们都有这个管理机制 所以我们在花莲的农业生产的环境当中 农药与参与的把关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基本价值 所以在这边请放心 花莲所生产的稻米县府说除了农业处把关之外 还有防疫所的不定期抽烟 另外从市场到消费者都还有卫生机关在把关 卫生署从过去一直在查验 折成这个卫生局做查验的过程当中 发现到我们农业残留的农药残留的问题并不明显 目前全国稻米有机栽种面积5000多公顷 花莲县就有1400多公顷 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除了面积广以外 目前花莲县政府也积极推动有机米 为了让民众吃得安心 花莲县政府表示早已建立把关机制 对花莲米的品质 政府单位是相当有信心 记者改造花莲县议会采访报道 在都会区新北市议会 今天也有市议员对于都会区的公园建设很有意见 这是一般公园入口处很大的一个标示 我们的呢 我们这是没有标示 市议员杨春梅秀出一张张照片 拿出新北市的原住民族公园 包括土城区的原住民族生态公园 与汐止区的原住民公园 跟新藏区的青年公园做比较 照片显示两座原住民园区的路标指示不清 凉亭 围栏 步道等设施也都严重破损 不堪如同虚设 同样是新北市内的公园 却有不同的待遇 只问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这是一般的路道 平台书是 再看我们原住民步道是 间隔很大 然后这个驱空手过讲 这渗透性很好的 老人家去那个地方可能会跌倒 所有的驱空所的人 他应该一样要去各个地方去看 他不能等到我们发掘到后 你才告诉我说要赶快去维修等等 包括土城区的那个区长 我对他非常的感冒 当天他告诉我 因为我们是这个叫原住民生态公园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用这种情形的来做 这什么话呢 这不是因为它是原住民公园 或者是它不是原住民公园 有这样的差异 而是因为这有的设置的年代 有的当时设置的条件跟环境 有一些在整个管理不是很恰当 有一些又比较老旧 有一些当时设置的这个设施 又不是很成熟的状况之下 的确要加以修正加以改革 另外对于先前新北市员 并将把洛乙中冷达鲁斯等提出的新北市原住民族 文化发展知识条例草案版本 以新北市政府提出的版本相关条文内容 是以德士需要作为前提定定 议员杨春妹认为是玩文字游戏 提出要求修正为因事需要来确保原住民族人的权利 事故草案的第五条 本府主管各级学校得识学生需求得识 开设各原住民族语的学习课程 以增进原住民学生之主义能力 从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 如果学生将来没有提出需求 和每个学校原住民学生人数过低的时候 各级学校是不是就可以不必 开设主义课程或原住民的专班 因为你都写得识 德士当然议员我知道你的想法 心中的想法可能认为是因 那如果在条文去设成因的意思 就是假设今天新店某一个学校 没有任何原住民的孩子 我也应该要设原住民族语的课程 对不对 依法嘛 我想到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情况是不容许发生的 德士与因事在条文当中 该如何取舍与解释 议员与新北市市长各有见解 不过市长也表示细节的用资会在往后的议会当中再做讨论 也希望能够订定标准的执行方案 接着今天无聊新北市议会采访报道 台东资本加地步部落反对千藏的争议 今天则是持续延烧到了台东县议会里 就有同样是北南族的县议员将接受 他认为台东县政府在还没有跟部落达成共识的前提之下 就转播大约四百万元的中央补助款给台东市公所进行推动千藏案 这是酿成问题的主因之一 议员现在把矛头对向了县服 不过目前千藏案已经暂时停工 今天县议会里面双方没有结论 会后县议员表示要求由部落跟县府召开协调会 进一步讨论细节 对以最近引发的资本第六过目千藏正义 越南族籍的县议员江坚授 一开始就抛轰台东县政府民政处 不尊重议会专案手组的决议 处长话未答复还将继续追问 有无拨款一事 同时也批评县政府民政处在处理千藏案 很不尊重议会组成的专案小组 在上外何部落达逞协议前不得拨款决议 没有因为我们他只有一次就一次起款 就是9月72来 然后我们尊重议员 因为是9月22到晚的那之后我们就 有个点啊 没有没有但是决事会继续有解释很多 我们决事会继续好到第一 重点是这个案子我们专任小组会 做成这个决议 我们是要逼台东市市长来正面的面对部落 跟部落面对面的来协商达成协议 要不然他因为头鸟 可是因为你拨款 他有恃无恐啊 江江就不满地表示 这一笔签账案补助款 中央合拨1200万给台东县政府 再转拨给台东市公所作为签账经费 台东县议会因为部落出现正义 才组成专案小组 并做出为达成协议不合拨的决议 原本是要求台东市长出来和部落好好协调 但县府却不尊重议会的决议 就已经拨了400万给台东市公所进行签账的工作 议员认为就是这样台东市长才有事无恐 才使得问题变得更复杂 议员认为县府必须负责任 出面跟台东市公所还有当地居民协调才是 记者卡特夫样 台东县原住民及县议员的选举到底要不要有妇女保障名额 今天在台东县议会成为议员辩论的焦点 不过其实地质法的修订还必须由中央内政部才能主导 县议员将接受在单位执行中抛出议题 认为依照现行的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直辖市县市选出了三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名额在四人以上者应有妇女当选名额 超过四人者每增加四人争一人 这项保障妇女的名额就造成台东县议员原住民选举 在平地和三地原住民选举中都各设议起妇女保障名额 而且是跨选区 让男性候选人选举时都战战兢兢 区运的选举是 一选区有四席以上才有写妇保障名额 但是原住民是以总民额来计算 平地原住民三地原住民只要总额市习以上 却占地区的妇女保障名额 多年来一直困扰的地方 这不但不民主 而且在有些人够 严重的强悍的地方民族的发展 我们都倾向支持把平地原住民 和三地原住民 把他统称在地方选举的时候 统称为原住民 然后我们台中的这些 刚刚讲的这些问题 可能会逐步的去解决 妇女保障名额是否有继续沿用的必要 引来原住民各选区议员热烈的讨论 我们目前的社会状况 事实上还没有达到 还没有达到一个一定的水准 妇女还是仍然还是居于弱势的部分 良性的男女不分 这个名额保障名额 我的个人的看法是不必做保障 所以妇女参政已经不像以前 这么样的困难 那是不是选举的时候 有必要来保障妇女的参政名额 本人是觉得是应该要来予讨论的 不过也有议员建议 应该排除现有席事 另外增加一到两席 列为妇女保障名额 你把他种一定的这个 原来的固定的名额当中 我们另外再提出一喜二十两喜的 妇女保障名额 不论是三地也住民 平地也住民 不过由于修改第四法的群选 不在地方而是中央 台东县政府民政处表示 若有待中央内政部的同意 才能进行地方制度法的修法 记者卡托夫亚 郭六十台东县议会台湾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的正式投票 已经从台湾时间6号中午左右展开了 依照1968年以来的传统 新罕布夏州的小镇 这个小镇的名字叫做 迪克斯威尔山口 十多位选民就成为全美国在投票日 第一群投票的人 而且已经完成开票了 在这个小镇开票的结果显示 欧巴马跟罗姆尼各得五票 不分上下 这场选举 攸关非洲裔的美国人欧巴马 有没有可能在美国再度创下历史 或者白人中产阶级的罗姆尼 有没有可能才是大部分美国人的决定 全球并齐以待 因为再过不到24小时 台湾时间大约明天中午 美国总统投票的结果就要出炉了 才过了当地时间5月12点 迪克斯威尔山口镇的选民就在登记的桌子前排队领取选票 投完票后这个开票所随即关闭 并立刻公布选举结果 事实上 这个小镇只有十几张选票 对于整个新罕部下州 乃至于全美国的选情没有实质影响 也没有任何统计学推论的意义 但因为多年来都是第一个投票的社区 备受各大媒体关注 但话又说回来 这个小镇的投票结果 在最近两届总统大选 也都和最后的结果不谋而合 例如2008年 这个传统上倾向共和党的社区 首度让民主党拿下多数选票 最后结果 就是欧巴马在新罕部下州 以超过十个百分点打败麦坎 全国选举人票更以365比171大获全胜 而今年欧巴马和罗姆尼两人 在这个小镇得票5比5平手 具体而为的反映了选情紧绷的程度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最新民调 欧巴马在全美国领先罗姆尼三个百分点 而目前选情显示 欧巴马阵营较有把握的选举人票数 领先罗姆尼的差距已经缩小 另一方面估计4600万破纪录的 提前投票民众当中 欧巴马领先的幅度 从四年前大选的18个百分点 减少到今年的三个百分点 由于选前不久 超级飓风山敌横扫美东 纽约州州长古墨5号签署了行政命令 让纽约的选民只要提出声明 就可以在任何一个投票所投票 不受原本投票通知指定的限制 记者徐佳仁报道 欧巴马在这次也令许多国际原住民族媒体 注意的原因之一 就是他是一个拥有第三世界国家背景的 总统候选人 他也是一个拥有原住民族协同的候选人 他的亲生父亲来自非洲肯亚 卢欧族的部落到现在虽然欧巴马的父亲已经过世 但是他在肯亚的老家欧巴马的祖母依然健在 欧巴马同父异母的兄弟也经常面对媒体接受访问 欧巴马的当选一度成为非洲人的骄傲 因为认为极度贫穷的非洲大陆 在有非洲人的后代当美国总统的时候 非洲的现况是可以透过美国的外交手段获得改善的 不过四年过去虽然偶尔会听见有非洲人抱怨 说欧巴马的当选对非洲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 依然有死忠的粉丝支持欧巴马 认为无论如何黑皮肤的欧巴马一定会比罗姆尼更了解非洲人的需要 您没有看错 这里是非洲的塞内加尔 但是有一家店就叫做欧巴马 专卖欧巴马相关商品的商店 生意就跟过去一样好 老板伴售的是印有美国总统欧巴马脸孔的T-shirt 这家商店感觉上好像美国的一部分 跟着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热闹起来 还介绍这是印有欧巴马竞选口号 Hope 希望的T-shirt 店老板压宝他认为欧巴马会胜选 所以先引进了许多欧巴马T-shirt 想要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赚一笔 不过就跟其他非洲人一样 这位老板认为欧巴马除了有非洲协同 似乎跟非洲的关系不是十分密切 后再就是重新的选择 我希望他来到Sénégal 为我们留意的信息很厉害 因为我们期待当Obama 他给他发展一个共同的产产 和我们国国的Sénégal 因为我现在是一位商店 所以我希望多加工业 四年前 欧巴馬旋風鴻掃非洲大陸 因為欧巴馬的父親就是來自非洲肯亞的一個典型的部落 欧巴馬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非洲裔的總統 讓非洲人很振奮 不過在欧巴馬過去的四年任期中 他卻只拜訪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一次 也只在加納停留不到一天 只是為了出席高峰會 許多對欧巴馬充滿熱情的非洲人認為 欧巴馬上任之後的外交政策並沒有對非洲琢磨太多 這塊世界上最貧窮的大陸 其實並沒有得到世界強國、美國相稱的回應 當2009年欧巴馬訪問非洲 當年非洲的紡織業開始發展 不過依然不敵中國第一連的勞動力 最後美國依然對中國產生比較大的依賴 即便如此非洲的經濟學家依然認為 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 對非洲人來說 歐巴馬依然會是比羅姆尼更好的選擇 許多分析家認為 反恐主義是促使美國願意多關注非洲的原因 因為北非的伊斯蘭地區有可能就是中東恐怖主義者的盟友 不過分析師認為即便如此 在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的競選活動跟辯論當中 非洲一直都不是主角 美國大選的重心一直都只是美國國內的經濟發展跟失業問題 但是有學者認為美國內部經濟的改善 依然有助於非洲經濟的發展 在今年十月二十月 22号美国总统大选辩论当中 针对外交政策两个人针锋相对 但是几乎没有提到任何跟非洲相关的议题 许多非洲人还是希望奥巴马当选 例如这位在烟草工厂工作的工人 就是这么想 这位奥巴马商店的老板 依然继续卖着他的奥巴马T恤 这件T恤还能再卖多久 再过不到24小时 答案就要揭晓 记者Glas Galo 整理报道 好 这是有关非洲 还有奥巴马尽头回到国内 这是台铁为了提升花东线的效能 预计在民国102年之前 要完成花东沿线车站的改建 但是在花莲寿风乡的丰田车站 当地的居民认为 花4000万拉皮 还不如将经费节省下来 把车站往南迁移 以利地方发展跟解决水患的问题 但是双方多次协调都没有结果 今天有上百位乡民 接连到了丰田寿风火车站 以及铁路区花莲公务段 炸鸡蛋抗议 在寿风乡长以及明代的代理下 上百位寿风乡民六号手持白布条 前往丰田火车站抗议 警方调度大批人力 前往现场以人墙阻隔 不过乡民则是搭乘火车 前往警力较少的寿风站 利用提升时间下车包围火车头 与警方爆发冲突 乡民多次抗议 是因为台铁计划提升花东线整体效能 准备花4000多万改建丰田车站 但乡民认为这种拉皮工程 浪费公帑不如将车站难移 并且设高价 这样既可以解决目前寿风站 长寿水患之苦 也不至于阻碍地方发展 但进多次协调 台铁还是坚持计划不改 我们希望说这个丰田火车站 能够难移或者它找到一个适当的地方 让我们丰田山村都可以贯通 这个议题已经炒作了很久 我想中央也漠视我们民意 那我们只好再一次的抗议 面对乡民的抗争 台铁表示丰田车站的改建 和未来是否有高价的需求 完全是两码子式 而且该项改建计划已经发包实施 乡民的诉求应该寻合法管道申请 如果一个高价化 它从规划一直到成型 那么可能要高达到几年的时间 那么几年的时间 这些车站事实上是还可以用 因为高价化它会有它的路线 所以说这个车站并不会因为这个 我马上要比如说申请核定了 马上做高价 它这个车站就要踩 其实不会 由于得不到台铁正面回应 下面又搭乘火车 前往花莲铁路局公务段 丢止鸡蛋抗议 并且要求台铁立即停工 就地结算两项诉求 下面说 要是台铁继续网顾地方民意 不排除发动更大规模的抗争 记者问家凯 花莲报道 交通问题其实持续着困扰着原项的居民 屏东县延山公路新皮乡万龙村的三叉路口 11月5号傍晚发生了死亡车祸 11月5号傍晚6点多 屏东县185县延山公路与万龙村中山路三叉路口 发生死亡车祸 正巧被后方行车记录器拍下事发经过 文乐村排完组成姓女骑士上班途中 行经延山公路 跟随在大货车后方 在三叉路口左转进入万龙村中山路口时 找对象来车 同为文乐村的温信驾驶的沙石车撞上 女骑士被车轮碾毙当场死亡 曹州分局调查后表示 由于延山公路路幅狭载 行经路段时未减速加上视线死角等 是主要发生意外的原因 可能因为有视线上死角 再加上可能两方的车辆都没有减速下来听看听 以至于发生这件不幸的A1车车 行经延山公路的万龙村中山路 是来一乡南河望家与文乐部落通往潮州镇 必经的捷径 部落居民食用的频率高 不管从任何一方行经此三叉路口 都有视线死角 加上砂石车来往频繁 但路口却仅有闪灯耗制 部落居民要求相关单位重视用路者的安全 警方也表示将装设红绿灯耗制 防止意外再发生 我觉得这个路段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路段 会使用这个路段的居民 就是像我们南河 望家 文乐 湘潭 石头 要去潮州 或者是我们要去新来亿 都会经过这一条三叉路 评估这个路口 未来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增设这个三色号子 然后会就是三色号子的功能 会让这个行经的车辆 请他们减速下来 警方表示这个三叉路口 在今年6月也发生相同 砂石车与机车对战意外 提醒右路人行经此地 要减速慢行 确实停看厅 接着割舍屏东潮州新皮采访报导 为了道路成勤 今天南投仁爱乡 红香部落的居民 也是向南投县长李朝青成勤 因为仁爱乡例行道路多处毁损 从今年的610水灾之后 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修复 今年610水灾之后 又接连几次台风的豪大雨 造成南投仁爱乡多处道路毁损 目前虽然这些灾害道路通行无余 但路况不佳 以及尚未整治的山坡 屡屡会有落实发生 这就让当地居民每天行经灾害路段 就必须冒着生命危险通过 虽然过去相关单位有说会处理 可是至今仍没有看见实际的作为 来修复这些危险堪雨的路段 6号有七位村长 在立委孔文吉的带领之下 亲自到南投县政府找县长陈勤 希望县府能加快灾后重建的速度 好让当地居民早日脱离灾害的影响 从610的灾害之后的抢修的工程的进度 到目前已经五个月了 这个先政府抢修的速度太慢了 而且效率也不够 现在已经11月初了 我不知道地方政府跟先政府 是不是真的在关心 还是在程序上有些问题 造成百姓对地方政府 跟像我们基层的村长 有一些疑惑也不信任 所以我今天特别来关心 县长邀及相关局处长现场报告 目前仍爱乡有关 县服全责的灾后复建进度 公务处长黄荣德表示 目前许多灾后复建经费 已经陆续从中央合拨到位 再加上前几年所争取到的各项经费 前后共计有八亿多元 要投入今年起仍爱乡各项灾害 复建工程 在完成规划设计后 预计今年12月份起 会陆续发包进行施作 另外孔文吉也表示 将会持续监督县府 早日完成灾修工程 针对这个例行来看的话 近年来我们县府跟中央投入 将近八亿的经费 在这个方面 我希望这个八亿经费 投入进来之后 能把例行产业道路 整个路面的一个平整 然后完成 然后这安全性能够提高 有的是严明局执行 南州县政府严明局 有的是公务处执行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要继续的加强监督 一定要落实的执行 仁爱乡大部分属于山区地形 几乎逢雨必灾 再加上许多地方地质松软 就算没有下雨也会有灾情 因此大小灾情不断 也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的步调 及经济发展 居民反映县府每次会刊后 还要承报到中央拨预算后 才能进行发包施工 非常耗时 有的甚至要等数年 民众希望政府可以加快脚步修复道路 县府表示12月发包 不过何时会完工 在现场并没有订出时间表 记者No 南投仁爱采访报导 立法院里面有立委之一 行政院始终没有改善原住民族的失业问题 但行政院长陈冲表示 原住民跟非原住民的失业率之间的距离 其实已经越拉越近了 立委增天才6日对行政院院长陈冲进行市政总质询时 提出重要的经测指标 包括原住民族人的劳动率 失业率 自来水 以简易自来水普及 以及高中值以上教育程度等 与一般民众相差有10%左右 劳动力方面 我们原住民比全体国民高 但是我们的失业率 却比一般的国民来的高 在高等 高中值以上 我们是少了12.84 那国中以下 我们是多了12.57% 那这些数据 其实我们把它放大到二三十年来看的话 可以发现这些差距是在缩小当中 这东西就显示了政府长年来一些努力 而且包括所有原住民同胞 大家一起共同来关心事情 还能差距缩小 所以只要秉持这样一个观念下去的话 这个差距我相信在两三年后还会更缩小 因为这不断在改变当中 请问长虽解释说与早期相较 原住民族与全体国民的差距已经逐年缩小 也表示政府确实重视原住民族问题 会与主计处严审经费问题 但立委政天才要求行政院及主计处应于下次编略预算时 应宽愁原住民族所需的经费 与缩短原住民族人与一般民众各项指标的落差 另外立委也对于行政员民会与客委会之间的差异做比较 要求行政院长陈冲应有主计处 应分三年将短编的计划经费补足给原民会 客委会职员局约评估人数是156人 办理语言文化等七种业务 预算有32亿多元 但原民会是197人要办理语言文化 教育经建土地等34种业务 预算却只有69亿多元 相较于101年度 约减少了2亿3725万元的预算 而原住民族有42种方言别 6年的计划总经费7亿多元 但一种课语的总经费却是10亿多元 比原住民族还多出3亿多元 甚至于102年的原住民族电视台 直播经费仅3亿多元 客家电视台却有4亿多元 文化的经费 文化的经费 原住民不过7亿多 课委会是10亿多 如果我们从原住民族电视台 原住民族电视台的经费 原民台3亿多 客家台是4亿多 我们14组 一组播一天 要两个礼拜才播到 14组的主委的 有关新闻的播报 你想想看 这样的漏差 立委真天才不断提出客委会与原民会经费上的差异 认为编列给原民会的预算不合理 由于15分钟的咨询时间结束 行政院长陈冲并没有对预算编列的问题做出回应 接着等一步五六立法院采访报道 高雄市合并升格之后 偏乡小学校的营养午餐经费 不增 反减 引来了争议 偏乡学校人数少 食材运送距离又远 营养午餐的营运成本往往高于都会区的学校 不过高雄市教育产业工会调查发现 县市合并之后 高雄市教育局将营养午餐的菜金和运费补助 改以人头计费 让偏乡小校的营养午餐更难营运 八八风灾之后 若是家底大股增加 这里在这样断炊断凉 很多学校甚至连早餐和下午点心都要去筹措 你现在又要他去筹措午餐 这样子真的叫校长怎么办学啊 高雄市教育产业工会指出 原高雄县对于一百人以下的学校 每年对菜金和运费统一补助十六万元 但合并之后 根据教育局每人每月一百五十元 一年以九个月计的新计算公式 一百人的学校一年只有十三万五千元的补助 五十人的学校一年也只剩六万两千五百元 连原来的一半都不到 越小校越吃亏 一个是保商国小 从教育局资料 它是说两二十二个人 它在整个固定的补助项目里面 就少了81% 依学生实际吃的日数 那个参数 然后去计算 精准的去计算 那我们就是何时去补助 教育局表示 除了固定的菜金和运费补助之外 包括设备更新和经济弱势学生 都可以另外申请经费 合并之后提供给小校的营养午餐 营运补助并没有减少 不过工会认为 有不少经费看得到吃不到 申请过程也增加行政负担 市政府应该了解 偏乡小校的营运困境 避免影响小校学生吃的权益 记者跟曼陈显坤高雄报道 现在是台东南亡部落 北南族人捕田鼠的季节 北南族人会以家族为单位 到花莲凤林的阿美族的地区 抓田鼠 稍后回来 北南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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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比2比赛提前结束 阿美族曾立成打败了芬兰选手 拿下伦敦奥运跆拳道女子57公斤 及铜牌替台湾争光 这次被行政院体委会入选 为101年运动精英奖 最佳女运动员其中一位 而这次最佳女运动员奖 共有四位运动好手入围 曾立成将与拿下伦敦奥运 举重银牌的许淑敬 以及在2012台北羽球公开赛 拿下女单羽球冠军的戴姿颖 和女子网球好手谢淑薇 共同角逐的加名单 竞争相当激烈 今年入围的最佳女运动员奖 有四位 那四位都是真的是 今年入围以来 看起来是竞争最激烈的一组 那他们都会 不管是在奥运上 有最佳的表现 或者是在国际正式比赛上 都是数一数二的选手 所以真的是就会非常激烈 六日神正院体委会 公布了运动精英奖入围名单 除了曾立成入围最佳女运动员之外 参加伦敦奥运自由车女子场地全能赛 拿下第17年的阿美族选手萧美玉 也入围了最佳运动精神奖 另外中华台北女子拔河队 以及中华青棒代表队 更是有许多的原住民级选手 这一次都入围了最佳运动团队的奖项 能够入围名单 对每位运动员来说是一种肯定 有没有获奖 12月6日金银奖颁奖典礼 就会揭晓 接着我们这段拉路 台北市采访报道 另外第17届亚洲长青田径锦标赛 现在正在台北市立田径场举行 来自亚洲18个国家的选手 中华台北队 也有很多来自宜兰花莲台东屏东 跟高雄等地的原住民级的选手参加 各项田径项目都看得到原住民族的身手 选手年龄从35岁到80岁都有 选手奋力往前冲刺 撑杆跳高 在台北市田径场举办了第17届亚洲长青田径锦标赛 由来自亚洲18个国家共享胜举 这一次中华台北也有许多优秀的选手 有来自各县市 有宜兰花莲台东屏东以及高雄等地 共有60多位的长青族参加 35岁一直到80岁的参赛者都有 就是要活到老运动到老 完全是依靠兴趣和为了健康长寿 所以我们主要达到运动健康的目的 亚洲长青锦标赛每位长青选手不一年纪而少了活力 各个投入运动赛事 就是希望为自己以及中华台北队夺得荣誉 接下来自拉鲁台北市采访报道 而世界棒球经典赛的资格赛 今天下午在台中洲际棒球场进行最后一场热身赛 由中华队对上新农牛队 而这也是新农牛解散前的最后一战 尽管中场新农牛以1比7败给了中华队 但是总教练张文宗还是带领全体的团员 列队深深向观众一举功 为新农牛队画下一依不舍的据点 世界棒球经典资格赛最后一场暖身赛 中华队二度对上新农牛 这也是牛队解散前以新农牛名义 以及招牌绿色球衣 在球场上最后一次亮相 在台中洲际棒球场 新农牛球员为了这场最终战卖力演出 四局下半不受甚至还被K到 队友展现情仪背着他离场 赢得球迷的掌声 而在九局上半 新农牛终于破蛋赢得一分 一路扭转挂灵的局面 但最后还是不敌中华队劲敌 中场以1比7惨败给中华队 总教练张文宗率领全体球员 列队深深一举功 感谢球迷17年来的支持 新农牛的最终战 许多球迷不舍 吸引上百人进场观战 穿上新农牛球衣 制作标语 为球队打气 今天还是一场比赛 并不代表说 就是之后就没有球赛可以打 他们好的时候很好 坏的时候很坏 但是他们都没有放弃说 坏的话他们也会想办法 尽量改善 最后的一阵 新农牛球员就算有最多的不舍 也只能期待明天会更好 感触还蛮深的 因为毕竟也是第一年 就是第一年穿新农的球衣 没想到也是变成最后一年 这样子 但我觉得这最后一场比赛 我会非常珍惜 新农牛成绿1996年主场在台中 他的母企业 经营17年来 参赔20亿决定出售 同时也承诺在找到其他新的企业接受前 球队仍然会保持正常运作 记者黄泉鹏万群台中报道 每次一到秋天 这是台东南亡部落 北南族人抓田鼠的季节 北南族人会在这个时候 以家族为单位 北上到花莲凤林 主要以阿美族人居多的地区 来抓田鼠 这已经是北南族人 二十几年来的传统 每到秋天 就是台东南亡北南族人 补田鼠的季节 今年族人再度到花莲凤林镇 照丰农场内长满茅草的田地 寻找田鼠的踪迹 这个地方没有污染 那个老鼠吃的都是干净的 吃那个草根的 所以我们喜欢来这里 南亡部落居民到花莲抓田鼠 这样的习惯 其实已经持续二十多年 也有利家部落居民会前来 在地的其他族群也习以为常 北南族人表示 抓田鼠团队以家族为主 到部落外甚至花莲地区来捕鼠 女生负责处理食物 男生则负责捕捉还有烤田鼠 不管你达到的几只 假如你达到的很多 别人达到的很少 也要通通通教授来将分配 虽然长者表示因为现今甘蔗和玉米田减少 田鼠的数量从过去的两三百只 到现在只能抓到二三十只 不过家族还是可以一起在户外 过夜分享美食 并联络感情 让秋天北上补属的习俗继续延续下去 去证明这样三个任务 花莲凤林财宝报道 卫生署疾管局今天公布新增 两例B型流感并发症的病例 这也是今年流行季以来 首次出现的B型流感的病例 疾管局就提醒 罹患A型流感还是会得到B型流感 甚至有可能同时罹患A型跟B型两种流感 这两种流感的症状很类似 都需要由医师诊治才能区别 目前的流感疫苗同时涵盖了 这两种型别的流感病毒 所以疾管局呼吁民众要施打疫苗 才有保护力 而根据统计 今年流行季7月到现在 累计总共有226例流感并发症的病例 其中AH3占了245例 另外12例是H1N1 而另外的就是新增的两例B型流感 新北市万里区 有一位阿美族的头目 过去做了十几年的募工 目前在资源回收厂工作 他乐在工作 现在连自己的儿子也一起做资源回收 有如整座山一般的塑胶及宝特瓶罐堆在眼前 真的不夸张 今年已经53岁阿美族的林静德 就在垃圾堆里整理 过去做了十几年的募工 如今选择在资源回收厂工作 不仅提升了自己与家庭的环保概念 同时身为部落头目 也呼吁社区族人共同来做资源回收 会想到是说什么东西不可以丢 什么东西可以捡起来 然后可以赚钱 就像我们在凤林区的时候 宝特瓶 啤酒瓶 礼箔子 这个都可以回收 然后卖起来 贴补一点点的菜钱 透过一位客家级老板的协助 林静德在资源回收厂工作 已经三年了 也与自己的弟妹 儿子 共同成为同事 林静德的儿子 今年还未满25岁 却对资源回收工作兴致勃勃 不仅对塑胶材质撩络掌 还将部分环保工作所得 奉献给教会 自从做这个工作之后 家里一些瓶瓶罐罐 以前都会丢掉 但是现在都会收起来 然后送给教会 有一些铝箔那些 还有那个铝罐铁罐 还有那个塑胶袋 也是可以回收的一种 像篮子这些都是 都是可以回收的东西 民众对于垃圾的印象就是脏 而垃圾分类的工作 更是少有人愿意主动去做的 这群每天在脏乱回收厂工作的族人 仍然能带着愉快的心情 并传递环保的观念 真的是相当值得大家学习的典范 记者阿布斯巴索 新北市万里采访报道 到都会区打拼其实并不容易 在新北市万里区的这个北极里 有一群移民到这里已经二十几年的阿美族人 在这里是必须跟非原住民族混居的 而族人共同的期盼就是希望至少可以有一个聚会所 这是新北市万里区北极里旅北的阿美族 一年一度所举办的风年祭 不过在大家欢乐歌舞的脚底下 这块大空地却是属于私人建设公司所有 每年举办祭典之前都必须通过里长向所有单位借 在万里区北极里总共有约两百位阿美族居民 居住在这块山坡地长达二十多年 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间传统居会所 不但没有头目会议空间 文化交流场所 齐老认为部落的精神指标也不存在 可以发挥他的所有的那个应该要做什么的 或是对社会工作或是做医工也很好 你三年的地方就是这个机会所 没有机会所这个没有办法发挥这个功能 很困难我们的机会所 二十几二十年了都没有一直时间这样 都是多过那个里长这样 要不我们就在一个庙下面一个庙 就在那边练习 下雨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练习 哇要风铃鸡的预备这样 有个机会所用意呢 对我们的文化教学有帮助 曾经有跟政府反应过吗 有有每年都有反应 回答就一句话而已 地不好太贵 主要是因为整个北极里是属于私人土地 政府单位也无法任意介入 目前北极里阿美族人主要的聚会所 就是副理会会长所提供的个人槟榔摊 约六坪大的空间 北极里里长表示曾经为地方居民争取过要建设活动中心 不过遭到地主拒绝 他们的反应就是不愿意 当初要不然我们也是想说有一个回馈金 刚好翡翠球场给我们的回馈金有六百万 当初我也是想说跟他买一块地来建活动中心 但是他们不愿意 由于私有地的地主以土地有其他规划使用 没有意愿销售为由拒绝卖地 也让新北市万里区北极里阿美族人想要新建聚会所的愿望 短时间内恐怕很难实现 记者阿布斯巴扎新北市万里采访报道 好 又到了上海气象时间 今天的气象主播是阿布斯 阿布斯请说 是的 古拉索尔族人观众朋友 我们密斯安 乌林安 在东半部的族人朋友不晓得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下午 有没有感受到摇摇晃晃的 因为发生了好几期的地震 最近的时间就在今天下午的三点三十四分 发生了规模三点五的有感地震 就在花莲的秀林乡 而我们原乡地区在南澳还有太鲁阁就有震度三级 不过其实都没有灾情出现 那当然接下来的山海气象时间 首先还是要透过卫星云图告诉大家明天的天气是怎么样的 从云图上可以看到云量都在逐渐的减少 现在云量结构其实比较不完整 明天来说云量都逐渐的远离 也就表示说开始降雨距离会逐渐的降低 明天以新北市 阳明山 以北也就是金山万里 还有基隆 包括整个东半部来说 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雨的机会 不过整个西半部还有南部来说 白天来讲都还是会有阳光普照 而且温度会逐渐的回升 所以在这边就是要首先提醒这个东半部的朋友 外出要记得攜带雨具 那同时在温度上来讲 因为大家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就是24节气的立冬 也就表示说这个冬天是真正的来了 白天虽然温度有回车的机会 但是早晚来说因为冷空气还是有接近 所以早晚的温度还是比较凉的 特别在山区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 像是宜兰的太平山 中部的梨山还有嘉义的阿里山 像这些海拔比较高的地区 在早晚的地位还是有10度以下 所以提醒山区的民众 更是要特别重视保暖的工作 而这原乡地区更详细温度上的变化 还是要带大家看到详细的山海气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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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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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